香港人平時工作及生活都夠繁忙 去旅行當然要給自己時間休息 今次我參加了永安旅遊的 塔斯曼尼亞密爾本白天王牌之旅 由資深領隊大路帶大家玩盡整個塔斯曼尼亞 看看大自然風景、近距離接觸動物和食當地美食 絕對是升級享受 一起跟我出發吧 今次我們乘搭澳洲航空 由即日起去到4月30日出發的澳航澳洲團 都會獲腰進入Quantus Launch 是永安顧客才享有的獨家福利 位置非常方便 一桌Immigration向右直走到 裡面的空間亦都非常大 有齊沙發、餐桌位、巴桌位 非常適合旅客在相機前慢慢逛 當然不少得淋浴間 一進去就見到Bar Area 可以即場點Cottel 這兩款都是人氣最高 不妨點來試試吧 食物方面有Profe Area 提供沙律、熱食、甜品等等 旁邊還有咖啡和茶供應 當然不少得酒精啦 全部都是任針 不時亦都有職員會推著點心車出來 大家可以食到熱辣辣點心 另外亦都有即叫即做Menu 今次我就點了招牌拆燒和牛肉麵 乘搭了九個小時飛機 再在墨爾本轉機 終於來到塔斯曼尼亞 第一個行程 首先來到Breakendon Estet 這個農莊其實是澳洲其中一個Heritage Farm 其實它已經有幾百年的歷史 它是1824年開始 然後現在已經傳到第八代 所以其實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建築 都非常有年代感 一進去 首先吃個午餐 有充滿澳洲Style的BBQ 我們今天的午餐就是這個自製的澳式Burger 剛剛在那邊拿了它們即煎的牛扒和雞扒 然後就像Subway一樣自己夾生菜 Piccles 番茄 青瓜 另外更加有不同飲品 果汁熱茶都有 吃完飯之後 由牧場主人帶我們遊覽傳統農莊 為我們講解羊的特性 表演傳統剪羊毛技術 大家還有機會可以近距離摸到綿羊 和剛剛剪出來的羊毛 牧場主人表示 剪好的羊毛都會有分不同品質 好的通常會比較軟熟 會用來製衣 而沒有那麼好的就會用來製成物 這裡還有另外一個很出名的 牧羊狗趕羊表演 整個籠莊共有八千多隻羊 而每一隻牧羊犬 最多可以講到百多隻羊 一次過有那麼多隻綿羊 在面前奔跑 真是非常壯觀 除了羊之外 這裡還有很多不同動物 大家都可以超近距離接觸和餵牠們 之後就來到加德內特峽谷搭吊車 被稱之為全世界最長的單軌吊車 入場卷是一張明信片 還可以用來收藏 沿途符陷大峽谷的景色 包來回程釣椅 只有永安旅客才可以享有這個福利 上到去還可以以超近距離 見到沙袋鼠和孔雀 走下山也可以見到 有不少休憩設施 有泳池和遊樂場 一家大小來玩都很開心 12月至1月直直婚衣草櫃 最後一站就來到欣賞婚衣草 這裡是塔斯馬尼亞最大的婚衣草園 由莊園主人帶著大家 去到最佳打卡點欣賞婚衣草 雖然我現在來到 都還未在婚衣草盛開的時候 但其實都已經有少少知識可以見到 而去到12月尾1月的時候 這裡更加會被全都是婚衣草的知識包圍著 大家可以以超近距離和婚衣草打卡 不同角度都可以拍到美照 非常之建議大家可以走進去花田 站在這裡跟婚衣草打卡 拍完照記得要走到商店 除了一定要吃他們的婚衣草雪糕之外 還有很多不同婚衣草產品讓大家入手 全部都是使用這裡種出來的婚衣草製成 當然不少得最出名的婚衣草小熊 裡面裝有婚衣草籽 所以會散發香味 不過永安的團友就不用額外給錢買了 因為參加有婚衣草莊園行程的團 二人同行可獲鎮一個婚衣草小熊 看美景之餘還有兩物修 下一集我們帶大家繼續玩進塔斯曼尼亞 朝聖搖南山國家公園 帶大家入山洞看棕雨石 還有可以見到袋雪的酒店 想知道更多行程推介 記得留意我們實試跟團貼地遊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